哈囉大家好 我是沈麗農 今天非常特別 馬上就要進入到我們的2021年了 今天邀請大家一起來總結一下 農農2020年都做了一些什麼事情 有哪一些精彩難忘的一些瞬間 這些照片呢我自己都還沒有看過 是工作人員為我一一把它洗印出來的 那現在我就跟你一起來回顧一下 那首先呢這張照片是我在訓練我首張個人專輯《格格不入》 其中的一首這個算是最補曲的一首歌 萬分之一的舞蹈排練 就是我的ending pose 後面這些都是我的舞者 然後再來第二張 啊這個這個是跟這個 大家看到這個林一辰姐姐 這支拍的是溫柔時空 然後還有你看這個 好好導演也在 這支MV非常的特別 原因是因為這是用我的故事 下去拍攝的一支MV溫柔時空 全世界逗留 有關於你的夢 我一直走 大家有興趣還是跟我們去回顧一下 非常有意義的一些MV 再來 啊這個這個是我在練團的事 這張呢是我的《格格不入》專輯首唱會 的一個練團 的一個 背 背 背 I'm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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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看一下 再來緊接的就是我們5月29 今年2020 5月29的時候 我人生發了第一張專輯 《格格不入》 哇在旁邊替你緊張又替你開心 因為今天對陳麗農難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首先先麻煩你跟線上的朋友 還有現場的貴賓 包括所有的農堂們問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陳麗農 歡迎來到我的第一張專輯的記者會 裡面很多很多的心血 包括這個我的公司傳奇心娛樂 以及我的音樂唱片公司環球音樂 還有這麼多的這個製作人啊 音樂老師啊 前輩們跟我一起合作 努力下來的一個第一份 海 海景 第一份海景 第一份海景 《格格不入》 再來 我就 開始了我的隔離生活 這個是隔離酒店的這個護士 護士姐姐 對 我在隔離的時候呢 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第一次隔離覺得有些害怕 因為 所有事情都是只有一個人 你不可以跟其他人見面 所以當初既興奮吧 又有點擔心 不知道自己厚不厚的住這個心理狀態啊 我們來看看我們在隔離的時候 做一些什麼事情 沒錯 大家知道我非常的承認打台球 所以 我不浪費時間 我在隔離的酒店裡面 買了一個迷你 台球桌 還有啊 除了打台球以外啊 我也做了這個 這個視訊的這個課 啊 上網課 有這個聲樂的 有吉他的 並且呢 我還拍了隔離日記 非常的好玩 我還在健身 24天非常的充實 音階比較高的話 我好像就可以 1點贏在說的那種 這種的比較 就會比較臭 老師我們再台一次喔 我們從頭再台一次 好 謝謝 接下來就來了 這個就非常有意義了 這是我第一次 20歲的生日演唱會 就是以演唱會的規格 下去辦的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感覺 跟以往有些不同 燈光 視覺 還有我們整個舞台 都是以這個演唱會的規格 去做的 所以非常的 特別 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個人的一個大舞台 雖然說因為疫情的緣故 可能沒有辦法跟大家 面對面的去做表演 但是這個直播相信 也給大家帶來 很棒很棒的一個印象 像昂昂那時的冬天 飄落的雪落在你的肩 小心翼翼的呵護 孩子氣的喜悅 這是我的第一部電影 春江花月夜 但是呢 後來改名字了 叫赤虎出生 對 這個是我的台本 不是 這個是我的劇本 非常的厚喔 你看這些都髒了爛了 還貼了一些標籤 這個對我來講也是非常大的意義 我在2019年的時候 然後 花了兩個時間 兩個月的時間培訓 花了四個多月的時間 四個多月的時間拍攝 然後緊接著 2020的12月4號 它上映了 旁邊就是憲哥 我 還是紅了 我是書生 這一段日子 呃 代表了我很多的收穫 讓我更加了解於這個行業 並且讓我更加知道 呃 我對於 表演 對於這個演戲 呃 是有什麼樣大的一個興趣 呃 想到 努力帶給大家好作品 一個憧憬 就是從這個 吃虎出生開始 期待未來有更多好的作品 這個呢 是我在拍攝過程當中的一個畫面之一 我牽著呂 跟憲哥一起在竹林裡面 互相認識彼此 啊 兩個角色第一次的這個 這個 開始真正的交心 所以就是我開始 接下來呢 也是我非常非常 喜歡的一部綜藝節目 叫做 小巨人運動會 這小巨人運動會呢 帶給我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感動 原因是因為 他在 拍攝的過程當中 與這些小朋友 這時期的部分 總共有二十多個 二十四個小朋友 由我們六個領隊 去帶 帶著這些小朋友們 參加我們運動項目 然後陪著他們一點一滴的 從不會到會 然後 讓他們知道 什麼是團隊精神 什麼是團隊默契 知道什麼是聖部交半主題 這個節目給了我很大的感動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麗農 現在呢 我來到了我的新隊伍 奇德龍龍強隊 現在呢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小朋友們 跟鏡頭打招呼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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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裡面交到很多 包括這群小朋友 非常的真誠 真誠的一檔節目 小軍人運動會 現在應該 播完了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 去看看這個節目 有累 有笑 非常非常 推薦大家去看 再來呢 就是我的 一部 另外一部這個綜藝節目 也是非常非常好玩 有趣的綜藝節目 叫做美好的時光 這個節目終止呢 就是 從 這個 演唱會也好 或者是從 直播演唱會也好 我們從 一千 一千公里 來到了 與觀眾 像這樣 一米之間的一個距離 我們在 各個城 不同的城市 然後到各個地方 尋找好的地 地點 來去做一個 像 街頭藝人的 一個身份的 一個演唱 走到哪 唱到哪 體驗各種地方的文化 各種其他地方的美食 然後也 讓這些 美好的音樂 伴隨著大家 跟著我們到各個城市 跟大家分享 跟粉絲們碰面 要多遠才能進入你的心 還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痴痴眼睛卻無法靠近的那個人 也等著和你相遇 这个节目也非常的有意思 那其实总归来说呢 2020年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第一次的这个 人生第一张专辑哥哥不入 我的第一部电影 这个赤湖出身 20岁的生日演唱会 第一次的 再来还有两档综艺 这个美好的时光小学运动会 包含了隔离 包含了 我整整凑化了半年 大概半年之久的这个 专辑 事前都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课 那其实2020对我来说 对大家来说 一定都是很特别的一年 就是感觉很充实 并没有感觉因为疫情而落下了一些什么 反而过得更加的充实 更加的紧凑 虽然说疫情带给大家很多的不方便 但是 经过这样的行为 我觉得大家 会变得更加的坚强 变得更加的团结 谢谢大家2020的陪伴 2021 祝大家身体健康 然后 一切都会归原样 那也希望我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 努力 可以带给大家更好的成立 供大家娱乐 谢谢大家 新年快乐 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